典藏版裸爾香是全聖的 我看到世上組 所以我一直問他拿戰報 現在有戰報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其實他這隊 SP 元兆 再配張國 座慈這隊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如果你用了座慈的話 那張國可能用回事別三日 即是驗族風飛 其實都OK 我不可以說你錯 你用了驗族風飛 其實都是理想的 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如果你用了這個試別三日 遇到群書武將的時候 你都可以令張國的規避模式加強很多 那這隊其實一定要用座慈的 增加規避模式是重要的 因為很多傷害都是交由 SP 元兆的承擔 有了這個規避模式就更加理想了 高魯年齡其實最主要現在的模式 他不是在乎輸出 他要他的矯蟹模式 那如果你說 SP 元兆的盾只有一個A的話 那可能速度上你就要加多一點點 快的張鳥一點也好 起碼你當有個機會可以快的張鳥 令到張鳥可以矯蟹他 比如說騰甲兵更加理想 絕對是硬正的 但打火的話 即是陸火槍這隊金熊 金熊的陸火槍基本上不用玩的 這隊算是滿寵盾 因為他沒有曹操 他用了風刺陣的 他用了曹人的 用了魅惑 五雷軍頂有太平毒法的情況之下 他都三次已經打破萬 我看一下世上有沒有用天弓 如果有用天弓就更加理想了 對了 有天弓 張國有九折象 有天弓 如果你有天弓的話 玩張國必須性 世上抽張國已經抽到跟我SP元兆一樣了 差一紅就滿紅了 還有動態版的張國 輸出能力一定是加強的 坐遲不用看 輔助為主的 刮骨療毒 如果你用了刮骨療毒 我會想你坐遲盡量的速度都可以發展張國 因為幫一下張國可以刮一刮一刮 很明顯他這裡是沒有了 所以我自己會這樣看 你用了坐遲 張國被人控制的時候 坐遲發動刮骨療毒 可以幫他清一清負面狀態 我看看行動次序有沒有試過 五雷光療毒 坐遲有沒有開始發動刮骨療毒 是沒有的 如果可以發動刮骨療毒的話 當張國被人震懾、繼窮的時候 或者虛弱的時候 坐遲的刮骨療毒都可以幫張國清一清 其實都不是差很多 張國速度都出現貴重的 坐遲的速度可以比張國快 你也不需要花費很多屬性點加強 我覺得這點很重要 這類打麒麟弓的表現都不差 五雷光頂4次9900 相當不錯 這隊的武風陣 我就很想介紹給大家看看 右邊其實也有一點紅度 麒麟弓出名也是硬正的 其實橫甲冰在這場其實沒有幫助 純粹可能是二打蒙心減少傷 姜維其實最主要都是自力傷害 這裡打了4場了 這裡打漢中堂 漢中堂是戰平的 五雷光頂厲害 也有3次 嚴俗風飛還可以 有3次 我看看有沒有刮骨 沒有刮骨就一定有影響性 SB完善有色冰、外紋、鐵甲、手勢 但如果這隊拖的話 我會覺得手勢可能要轉做防備比較好 或者靜心 靜心都可以 因為你沒有吸普攻 你沒有吸普攻 沒有風陣就只吸主動戰法 你都可以用靜心 即是手勢可以用靜心 張角應該是標準配搭 沒錯 不用看 這個標準配搭 坐池回來要看看 坐池的話 就是緩旗、迫攻、掩墜、禮君 這都是標準的模式 舊豬其實都可以接受 打這個漢中堂佔平 不過這個漢中堂比較白板 但他也有當風吹血 當風吹血發動了幾次 當風吹血的一次 當然好笑 打多拉姆 滿紅典藏版羅爾向 是全勝的 SP元兆的高魯蓮蓮 可以控制他們 讓他們普攻沒有輸出 都是有幫助性的 武風陣一定要膽傷 五雷軍頂厲害 兩次已經破萬 15000 這隊的智力比較差 打這麼多也合理 嚴族風飛厲害了 隨便中一個 中孫上香 中靈通是最理想的 幫助性很大 滑骨也有四次 六千多 不錯 但我也是那句 速度一定要坐池 快過張國 這樣不理想 一定要坐池快過張國 這個我是強調的 強調 再打阿高 哇 沒火 盾打 都是相當理想的 是優平的 五雷軍頂五次 一萬八千多 嚴族風飛 這一隊 沒有刮骨 即是隨便中姜維 隨便中龐統 諸葛亮 其實都有一定的優勢 真的不錯 這隊 可以大家參考一下 打太尾盾有魅惑 有影響性 因為你的張國 沒有士兵三 他都有一個普攻 即是可以令到你計劃 令到你虛弱 影響性也是不錯 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到你旁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